十二主题 查经系列 三位一元 第一个单元 主题曲呢 我们是采用 集中乌这个人所作的三一神 主题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六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夫众人之上 贯夫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这就是讲神只有一位 这个父呢 是代表源头 所以一神就是一切的源头 超夫众人之上 这是一个圣父的位格 贯夫众人之中 这是圣子的位格 住在众人之内 这是圣灵的位格 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 One God and the Father of all Who is over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有关于三位一元 英文叫做Trinity 那么我们对于神性的事情 我们守之是非常有限的 若不是神在经上的自我启示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是文字是有限的 我们人的理性呢 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 这个清楚神的三位一元 所表达的意思 但是我们仅能从圣经里面 文字的启示 我们来略知一二 三位一元也可以说是 The Godhead 三位一元 那我们可以先透过这样一个图表 来讲解一下 神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也是神 但是并不代表有三位神 神只有一位 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圣父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子 圣子也不是圣父 所以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所以三个不同的位格 但却是只有一位神 创世记一章一节 是神开宗明义的一个自我启示 他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一开始 他的自我介绍呢 就是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那么根据希伯来的原文 神这个字 Elohim 他是一个复数的名词 而创造呢 Bara 他却是一个单数的动词 按照希伯来的语法 如果句中的主词是复数 那么动词也必须复数 句中的主词是单数 那么动词也必须是单数 所以很显然的圣经开始的 这一句希伯来的句子 就是不合乎语法 所以神刻意的用神是复数 动词是单数 把他自己表明出来 在生命纪六章四节更清楚的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Hear all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这God 神这个字啊 在圆文就是Elohim 他是复数的 可是后面却说是独一 只有only one而已 我们现在看三位议员 三位这个部分 three persons 旧约首先启示三位议员的经文呢 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前面这三节 第一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句中的这个神 就是圣父的一个位格的称呼 第二节 地是空虚混沌 湮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么句中这个神的灵 就是圣灵的位格的称呼 第三句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么句中的神说 这就是圣子的位格 特别是我们到了新约就知道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新约首先出现三位议员的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主的使者说 这个主就是圣父的位格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手怀的运是从圣灵来的 这是另外一个位格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个耶稣就是圣子的位格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救出来 神的位格呢 也常常以三个重复的词来出现 比如说在明述记六章 二四到二六这三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一三二这两节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这就是圣父的位格 以撒的神 这是圣子的位格 雅各的神呢 圣灵的位格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神的三个位格 也同时会出现在经文里面的 我们几个例子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耶稣受了喜 随即从水面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这里有耶稣 有神的灵 还有从天上来的天父的声音 那么天上的说发声 是给什么人听的呢 是给在场的人听的 因为在场的很多人 他们来接受约翰的洗礼 是因为他们要认罪 他们有罪 要来认罪 可是耶稣呢 他生下来并无罪性 所以怕造成误会 这个时候呢 天父就从天上 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代表耶稣乃是神的儿子 那为什么说我所喜悦的呢 就表明了耶稣来接受 约翰的洗礼 乃是照着天父的旨意 所以天父说 这是我所喜悦的 那至于圣灵如歌降下 是给谁看的呢 是特别给施洗约翰看的 在约翰福音一章 三十二、三十三节说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祂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祂 只是那猜我来 用谁施洗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所以 耶稣来接受 约翰施洗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 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 他就知道 耶稣将来会用圣灵 来帮人家施洗的 神的三个位格最清楚的 启示 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当耶稣呢 宣布大使命的时候说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按照中文的翻译呢 父子圣灵的名 那应该是有三个名 可是原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透过英文 是in the name of 这个name呢 在原文就是单数 可见呢 只有一个名 可是名里面含有什么呢 含有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还有of the holy spirit 这三个名字前面 都有一个贯词 表明有圣父的名 有圣子的名 有圣灵的名 但是呢 他其实是一个名 这就是三个位格 但其实只有一位神的表明 好 再来看保罗呢 在写给哥林多教会 信上最后的祝福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三个位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这就是圣子 神的慈爱 圣父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再来看三位一圆一圆 一圆这个部分 in one god 经上呢常出现独一的神 之前我们提过生命记六章四节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九节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以独一全智的神 直到永远 提摩在前书一章十七节 但愿尊贵荣耀 不许贵荣耀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 独一的神 经上呢也常出现呢 合而为一这四个字 首先是圣子与圣灵合而为一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 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运的 所以耶稣跟圣灵是合而为一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呢 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 这也是圣子与圣灵的合而为一 再看圣子与圣父合而为一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耶稣说我以父缘为一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 耶稣又说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最后呢我们来看神的代名词啊 有的时候是单数 有的时候是用多数 因为神是三也是一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这就是神的多数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个他就是神的单数 那么更有趣的是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这两个代名词呢单负数啊 却同时出现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个我就是主 也我们也同时是主 所以神的代名词 就三来讲呢 它是多数 就一来讲呢 它是单数 好以上呢是这个单元的内容